这一群台湾之光 中华小将在东亚运的表现 真的很好 更在昨天拿下了武术第一金 他是24岁的李问荣 比赛经验相当的丰富 对上了日本选手 他沉稳应对 替中华代表团夺下了金牌 另外在棒球也表现非常的出色 全场挥出了12支的安打 以11比0 在第七局就提早结束了比赛 玩封日本 接着将对战蒙古 场上白色球衣中华队 一上场就给对方下马威 一局下就得三分 对上日本投手 我国选手没在怕的 连连急出安打 投手上场沉稳应战 成功压制对方打线 比赛才到第四局 中华队已经进账11分 日本无力反击 比赛在第七局提早结束 中华队以11比0大胜日本 赛后球员接受访问 就是为球队有付出这样子 无喜剑来 虎虎生风 今年东亚运 击败日本队拿下金牌 李温蓉比赛经验丰富 之前上华视节目演出 气势就很惊人 有武术美少女的封号 是最可爱的台湾之光 借助辈子张维根台北报导